HELLO 推特啊 大家好 SONY的相機部門在昨天發表了新的 適合Vlogger使用的隨身相機 ZV-1 那這台VV-1有什麼特色呢 我們就跟著今天記者會的活動內容一起來介紹給大家看吧 好 我們先來簡單介紹這一台 SONY最新推出的數位相機 ZV-1的一些特色給大家參考 這台相機光看外型大家應該覺得跟SONY的RX100系列非常類似吧 對 握起來的手感其實也蠻像的 大概就是這種一吋感光元件的小相機的感覺 那它確實是採用一吋 Eximor RS CMOS感光元件 然後呢 它的鏡頭啊 焦段跟RX100Mphi是相近的 是24-70mm f1.8-f2.8 然後也一樣是蔡司的鏡頭 那在24端呢 你可以用來拍攝自拍 比方說你想要對著鏡頭講話拍攝當日的Vlog 那70端呢 你可以用來拍攝一些遠方的風景啊 或是創造一些影像的壓縮感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它的機頂的配置 機頂的這邊有熱靴座 那你可以搭配上它原廠附上的毛毛的套件 那它就會變成了收音的裝置 那它本身也有收音 可是這個非指向性收音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確切的收到人聲的話 最好還是外接個人聲麥克風比較好 那電源鍵 模式切換鍵 然後 Ring In跟Out的快門鍵 然後以及我覺得這個算是最不一樣的 就是它有直接的錄影鍵 所以對於有錄影需求的人來說 直接按下這顆鍵就可以開始錄影 比起過往的錄影鍵設計在這個位置 這樣子更直覺的大按鈕 按起來會比較好按 機三側邊它這邊有手腕帶的孔 然後上面這邊是麥克風孔 然後多媒體連接孔 其實就是Micro USB孔 然後還有Mini HDMI孔 這台也具備機身充電功能 所以你可以邊充邊錄 在外面如果需要比較長時間拍攝的需求的話 你也可以帶行動電源水 就是幫相機充電 底部這邊則是附上跟RX100類似的這種小電池 接下來它的螢幕是可以自由翻轉的 你可以這樣子翻開變成自拍螢幕 往上轉如果要低角度構圖的話 或是可以整個這樣子翻過來 可以讓使用者有更多的彈性 來做不同的構圖跟拍攝需求 那側邊這邊的按鈕呢 其實跟Sony RX100系列都還蠻相似的 Function按鈕 然後可以旋轉的轉盤 然後瀏覽按鈕 各種配置 其實如果你是RX100系列的使用者 或是Alpha7或是A6000系列的使用者 要切換到這台的話 應該都是很快容易上手 那我們接下來來介紹 ZV-1一些比較特別的功能 首先是這顆按鍵 這顆按鍵呢 對於相機不是那麼熟悉的朋友來說 這顆按鍵是一顆非常方便的按鈕 你按一下呢 它就可以一鍵切換景深 也就是說你即使不知道 什麼是大光圈 什麼是小光圈 不知道你想要什麼樣的散景 你只要按一下這個按鍵 然後你就可以一鍵切換 背景清晰或是背景模糊的效果 那這樣可以大幅的減少 使用者調整光圈的過程 拍攝角度 讓使用者拍攝更有彈性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 腳架張開來 這樣架著 也是沒有問題的 最重要的售價 ZV-1呢 它會在6月4號正式上市 那它的單機售價是19980元 那如果你要搭配整個手法的話呢 整個手法的套子 建議售價是23980元 不管是你買單機 或是買組合 它都會送一個專屬的相機皮塔 以上就是這次 關於ZV-1的簡單的特色介紹 那如果有更多問題的話呢 我們之後也會進行 更深度的評測分享給大家 那就這樣囉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皮克幫 開啟小鈴鐺喔 大家掰掰 按讚、字幕打開 行李 按讚! 制製 按讚、按讚、點讚、通 osób 再按讚 dicen 按讚、讚、點讚、按讚、點讚